搭乘大陆航空经由香港转搭华航或长荣的团体优惠机票 目前大都无法进行定位作业 台湾长荣航空和华航都表示 3月20号和21号这两天 从香港回台湾的班机都已经客满了 但是华航经过韩国返台的班机还有少部分的作为 另据了解 为了缓解台商返台投票势必涌现的运输高峰 台启连在协调福建台商直接走小三通回台 广东台商走海陆管道进港澳再搭机回台等方案 据了解 目前预估会有25万名台商返台投票 此次台商大规模返台投票 已经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多家港台媒体认为 此举将会对台湾选情产生重大影响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700名法界人士共组马肖司法改革联盟 联署力挺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 台湾法学界泰斗前国城任联盟总召集人 成立大会将在3月1号举行 陈水扁的老师前大法官姚瑞光 也将出席成立大会 力挺马英九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马肖司法改革联盟3月1号将成立 以参选联署的律师界司法界及法学界人士 将在法学界泰斗前国城的带领下 共同发表一份名为 因为你我台湾不会这样到尽头的成立宣言 宣言说 池池扁政权固然有时而尽 但如果民进党持续执政 台湾人的苦难将无休止 宣言强调 唯有政权再度轮替 台湾及台湾的司法才有希望 不会就这样到尽头 据报道 联署支持马英九的法界人士 还包括多名前大法官 前监委 各区律师公会的前理事长 及退休的法官庭长等 有评论说 多位司法界泰斗这次站出来 停马英九 将在司法界投下震撼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全台湾目前有39个渔业公会 现在有37个渔业公会 出面替国民党2008候选人 马英九成立后援会 其中还包括曾经力挺苏贞昌的 平东县五个渔业公会 他们现在也决定要弃律转蓝 据台湾媒体报道 全台湾的渔业系统 一向不是蓝军的主力 但是这次由37个渔业公会 成立的马英九后援会上 有600多名渔业公会的干部出席 让马英九直说感动 据报道 这次出席后援会的 渔业公会干部当中 有不少是由挺律转为挺蓝的 像是曾经力挺民进党苏贞昌的 平东县内五个渔业公会 这次也全部都站出来 挺马英九 面对选举的临近 谢长廷阵营也不甘落后 25号谢长廷阵营成立了 农渔后援会 农渔选票一向被视为 传统的绿营选票 为了全力的催出这些选票 谢长廷阵营强力固装 成立了农渔后援会 李德辉直友会总会长黄坤虎 前卸任的职位李金龙和苏家全 都出现在了后援会上 在后援会的现场 谢长廷继续批马英九的经济政策 针对谢长廷在电视辩论会上 紧咬马英九的绿卡一事不放 25号下午 国民党2008候选人马英九 在高雄县马肖之友成立会上表示 如果有一天 民进党拿出他的假美国护照 大家也不要惊讶 因为民进党做得出来 对于谢振营在电视辩论会上频频出招 马英九开始大动作为绿卡事件打预防针 欧布很多 大家应该非常稍微 对不对 对 我感觉 现在民进党也是用这种 这样同样的策略 所以假如有一天 民进党站出来 拿出一本假的护照 说这是马英九的美国护照 各位不要惊讶 他们做得出来的 有分析说 马英九选在这个时候批对手有选举招数 可能是预先知道了 谢振营会再度拿绿卡说事 所以决定大动作成情 我烧成亏东西台湾了 我没有美国的国籍 也从来没有申请过 我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国籍 台湾前军方负责人李天宇因为达政案辞职之后 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主委王文谢25号表示 李天宇出任军方负责人后已经遭到国民党停止党权 但还是国民党的党员 党部将报请国民党中央恢复李天宇的党权 预估三两天就可以完成 台湾军方负责人25号举行交接典礼 新任负责人蔡明信从李天宇的手中接过印信 完成了交接仪式 而国民党立即向李天宇释出善意 声明将恢复李天宇的党权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王文谢接受访问时表示 按照党内规定 党员出任民进党当局行政人员都已停权处分 既然李天宇已经请辞 黄复兴党部将恢复李天宇的党权 李天宇将可以投票选举党主席 也可以参加党内的初选和各种会议 农历春节过后 台湾各行业爆发了新一波的转职潮 向来是台湾明星产业的高科技业 由于受到了分红方式改变 员工收入减少 大约有高达80%的科技人才 想要离职寻找新东家 薪资高福利高的电子科技产业历来都受到求职者的青睐 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员工 每年都可以领取市价上百万新台币的股票分红 但现在高科技公司改变了分红方式 以发放现金代替股票分红 这样一来 许多科技人才的荷包都开始缩水 根据台湾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 目前有高达80%的科技人才有跳槽的意想 比如全球电子代工龙头台湾红海集团 年后就有300多个工程师职位空缺 为了不让人才迅速流失 80%的高科技产业开始为员工加薪 或是大举招聘人才 台湾媒体评论 以往高科技产业最令人羡慕的就是股票分红制度 而现在停止配股 未来高科技产业该如何留住人才 关系着台湾这一明星产业未来的发展 虽然袁小姐已经过了 不过在台南举办的台湾灯会 再度掀起另外一波高潮 在台湾和平齐福灯区灯会现场 用了47000多盏灯光 排出的台湾和平灯海 创下了同一时间点灯最多的世界纪录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媒体的报道 5 4 3 2 1 在这里的挑战成功 在倒数真中 台湾灯会再度掀起一波高潮 47759盏灯笼 排列而成的台湾和平四样 成功开创新的金氏世界纪录 也让这幅美丽的画面 深刻的留在游客心中 我们所剩下的最少的纪录 是2204盏灯 所以这是世界纪录的第一次 虽然元宵节已经过了 不过为了参与历史 许多游客还是冒着冷风来到会场 尤其成功创下纪录后 大家更是纷纷抢在台湾情福灯会下 拍照留念 能够维持整个社会平衡的 这样的一个向心力 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结果没有想到说 近年可以申请金氏纪录 所以这个是当时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 民众新闻的情绪 趋算现场不少含义 尤其创下金氏纪录后 让今年的灯会 更是画下完美的据点 尤其变当局筹组军火公司 招致各界质疑 军方负责人领天宇 迫于压力辞职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尤其变换将 执意推动军购 请关注 台湾军方负责人 因军火公司风波辞职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亮岸 23号台湾军方负责人 李天宇因为达镇军火公司 遭抨击一事 闪电辞职获得批准 其职务由前安全部门的 副负责人蔡明县接任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在选举的敏感时期 达镇军火公司事件 有如一架即将坠毁的战机 让李天宇和整个台湾军方 跟着陪葬 那么李天宇也只能选择 紧急契机跳伞 那么李天宇 为什么会闪电辞职 这一事件会有哪些 后续的影响呢 本期节目我们通过 卫星连线的方式 邀请台湾的两位嘉宾 共同来分析 一位是台北市的议员 王昏威小姐 一位是台湾的时事评论员 张奇凯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周深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在我们探讨之前 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一看相关的情况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政坛再次遭遇地震 2月23号 台湾军方负责人李天宇 突然向台湾当局提出辞呈 并被正式获准 台湾媒体解读说 李天宇辞职的真正原因是 陈水扁对他处理 达阵军火公司一事的表现 不满意 台湾军方发表声明称 李天宇奉命成立达阵公司 但并没有具体落实执行 因而请辞 台湾行政部门发言人也宣布 全面停止投资达政案在内的 任何发展军备工业的私人企业 为指派担任达政公司董事长的民进党大佬 吴乃仁也发表声明表示 近日内他将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的解散事宜 台湾舆论认为 虽然李天宇与陈水扁交情深厚 但陈水扁因不满李天宇 在处理达政公司问题上的表现 为了避免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 陈水扁决定快速地与他切割 在李天宇因达政请辞之后 台湾蓝军阵营认为 这是台湾当局将李天宇推出来当党箭牌 而实质操盘的民进党重要人物 邱毅仁和吴乃仁却没有出面说明 蓝莹质疑当局只是迫于压力 暂时解散达政公司 而相关的业务却仍然没有停止 2月25日 新任的台湾军方负责人蔡明宪表示 达政公司将于近期内依程序解散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我想张院长大概这两天也很明确地指出 达政公司大概会进去很快的 就是来撤销或解散 不过他有一定的法定的公司的程序 此前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要求当局 必须在2月29日前解散达政公司 否则不排除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调查军购问题 如果说不解散的话 一个黑盒子的公司 绝对会做出 比拉法院汪传普的弊案 还要来大 不要大多少倍 警告 陈水扁 政府 赶快把它处理掉 否则 我们绝对会 强力地监督 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至于台湾媒体报道 池池扁半年前 只是台湾行政部门副手邱毅人 秘密筹组一个专门负责购买军火的达政公司 这个公司是一个民营公司 但是台湾军方计划出资45% 而且由民进党的重要人士主导 2月14日 时任台湾军方负责人的李天宇 证实了这一消息 国民党质疑 达政公司得到陈水扁的支持 要独揽日后台湾庞大的军火生意 并企图规避台湾立法机构的监督 我们看到李天宇在他的辞职报告当中说 因为他奉命成立达政军火公司 却未能落实执行 引发了各界的关切和疑虑 他深感遗憾 所以才选择辞职 但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说 他的辞职原因肯定不是这么单纯 那我要想首先请问一下张先生 对这一评论怎么看 李天宇的辞职原因到底是什么 台湾的媒体半开玩笑说 他是半途跳机 实际上他是非常严重的 牵扯到可能家破人亡的问题 因为在台湾 台湾对军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他甚至有所谓军人犯罪的 特别惩治的条例 就是说一般的公务员 你如果犯罪 例如说贪污罪 可能是7年到10年以上 可是如果军人要加重行程 可能他无期徒刑 甚至是死刑 所以就有高级将领在这段时间 欠了李天宇说 你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 依照这个惩治条例下去判 是一个家破人亡的 所以非常的清楚 在台湾特别的体制之下 李天宇知道这个事情 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后来选择说 我中途就要走人了 另外相对 陈水扁先生实际上也是希望 李天宇走的 因为他本来 他相关的人事都已经安排好了 由他的大将来处理这个事情 基本上他要把国防部架空 把军方架空 他要的只是要李天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说你就配合这样就可以了 可李天宇已经没办法再配合他了 所以到后来变成我们的了解是 阿扁自己就亲自下令说 你已经可以走人了 所以一方面是李天宇也发现说 自己撑不下去了 一方面是陈水扁发现说 已经东窗事发也盖不住了 所以也要李天宇走人 那台湾媒体的评论说 李天宇是陈水扁任内最短命的军方负责人 那李天宇也曾经是陈水扁的爱将 现在却在达战军火公司的事件中阵亡 这说明陈水扁为了政治的利益 爱将也是可以被舍弃的 那么王小姐 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评论 那李天宇事实上是跟陈水扁是非常非常亲近的 可以说李天宇他能够担任到这个军事的最高的首长 完全是陈水扁一手提拔出来的 所以李天宇在历任的这几位首长里头 那他几乎是可以被定位成是完完全全的贬家军 也就是由陈水扁一手提拔起来 可是为什么在达战这个事件里面 陈水扁面对他的爱将 第一在这个投资的过程里面 他并没有让这个爱将参与 把他架空起来了 而且在出事了之后 他完全没有去挺李天宇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李天宇是希望能够直接跟陈水扁去报告 甚至直接听陈水扁怎么说 可是陈水扁一直都拒不见面 而且在他提出辞呈表达辞意的时候 陈水扁完全没有挺李天宇 所以在这个状况可以看得出来 在他的爱将李天宇 还有在达政这中间 显然陈水扁是完全是挺达政 而等于说弃居保帅 他这个时候他可以牺牲李天宇 那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达政这家公司 他整个的设计 所谓的平台的设计 涉及到庞大的利益 对于陈水扁跟陈水扁的亲信 甚至陈水扁的金主 有多么大的利益干系 他可以舍弃他的爱将 所以在这次达政公司整个的 从筹设开始 这个到这个风暴发生 这里面的过程里头 不只从这个设计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陈水扁包含邱毅仁 吴乃仁 他们整个这一连串 他的处理过程里头 他们本来执意而行 一直到李天宇辞职之后 在强大的这个舆论压力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国外的买家 国外要跟达政公司的交易的对象 都发现说这个达政公司完全 完全是非常不合理 而且好像摇摇欲坠 最后才迫使达政 现在要宣布说可能会解散 而且也不再做投资了 这个其实是完全的 是意外的一个消息的曝光 而使得达政破局 也使得陈水扁整个集团 他们原来要牵扯的利益遭到破坏 那么李天宇辞职在民进党内部 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台湾媒体的评论认为说 李天宇在这个时候辞职 对于民进党的将是巨大的冲击 将使民进党本来就低气压的士气 更加的雪上加霜 那么张先生 你对这一事情 对民进党的影响怎么来看 最近碰到一些民进党 比较重量级的人士 他们都是唉声叹气的 现在有不少的立法员 都站出来说 这个事情邱毅人 甚至是陈水扁先生 有义务为了整个台湾的社会 甚至为了民进党的未来 应该把他讲清楚 因为这事情暴露到目前为止 连民进党的很多立法员 都质疑说 这个事情不单纯 只是一个民间公司 主要主导者是阿扁先生 还有他的一个很大的金主 所以现在金融中纲的董事长 加上新潮流两个最大的大将 所谓的双人 吴乃仁跟邱毅人 那等于是陈水扁先生 加上新潮流系的一个结合体 新潮流在台湾的民进党里面 一直都是影响力最大的 陈水扁先生大权在握 这两个派系 在陈水扁先生即将下台的时候 他们还想到 是要去搞一笔大的钱 有了钱以后 他们就有更大的 去支应他们的派系 以后他们的潜力 就会越来越大 甚至在选举里面 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选票 所以民进党内部很多人是说 陈水扁先生你看到的是 整个民进党的未来 还是只有你个人 特别是他们对于新潮流 跟阿伯又整个挂在一起 事情在布局 陈水扁下台之后的 整个利益的结合 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所以他们现在期待新潮流 特别是邱毅人先生 还有陈水扁先生 出来把他讲清楚 另外这个事情对民进党 有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再过二十几天 马上就要选举了 民进党的候选人到目前为止 这个民调都还是落后的 可是陈水扁先生跟新潮流 不是花很多的心思 去帮谢藏廷先生浮显 而是在搞一个非常大的利益的 所以让他们觉得说 第一个对他们的选举是不利的 第二个对他们的社会形象是不好的 因为台湾民众会觉得说 你马上就要选举了 特别是陈水扁先生 你的任期剩下不到三个月了 你为什么还去搞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进入一个 看守的一个时代 甚至为台湾的经济多尽点心力 而不是去搞个人的利益的问题 那么在李天宇辞职之后 台湾军方新的负责人蔡明信 立刻就成了岛内媒体观众的焦点 我们透过台湾的联合报的介绍 也看到蔡明信是陈水扁的亲信 在担任台湾军方的副负责人的期间 她在军购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 那么王小姐 你对蔡明信这个人的了解是怎样的 以蔡明信我们来看一下 大致她的整个的经历 她的政治经历 在这个民进党取得政权之前 她曾经做过两届的立委 所以是一个民意代表出身的 那么在2000年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 陈水扁是刻意在培植蔡明信 不管是在军方也好 或者是在安全部门也好 都给她等于说 她是一个空降部队 让她做一个蛮大的 蛮高层的一个主管 那她曾经在我们军方里面 她也是副的首长 在安全部门她也担任副首长 而且曾经一度作为这个驻美的一个副代表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她在这么长期的一个 在将近8年的时间 那都把她安插在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门里面 但是都是副首 她是一个副首 等于说是一个备胎的状况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道理 按照道理在这样一个培植 她应该早就作为一个镇首了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蔡明宪 她在这次接任这个军方负责人之前 在今年的年初的立委的选举里面 她事实上也参与了 可是她落选了 所以如果没有达政事件 如果没有李天宇下台的事件 可以说蔡明宪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政治生涯可能是告一段落 等于说在短期内 看不出她有获得重用的可能 可是在这个状况就是李天宇她临阵跳伞 然后蔡明宪这样的一个副首一个备胎 长期被沉水扁培植 要让她作为镇首 可是她一直没有办法辅证 在最后这样一个过渡内阁的期间 在达政这样一个临时的状况之下 让她变成一个镇首 一个让她正式成为一个最高的这个军方的首长 当然对蔡明宪来讲可能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 可是蔡明宪她在这一段过程里面 确实她对于军购的部分 一直保持一个高度的兴趣 那包含她在驻美的期间 其实因为驻美你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各项工作都要做 可是蔡明宪非常特别的是 她对于军事采购的部分 她一直有高度的兴趣跟高度的关注 事实上也传出来她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她常常主动去找这个 在军方负责对美采购军购的人 常常找他们开会也好或私下的聚餐也好 甚至也常常会去参与这一些 所以在这次达政公司这个军购公司 她发生这样的纍漏之后 而扶正了蔡明宪 可是蔡明宪可以看得出来 我刚才所介绍她的背景也好 或者她过去她所有感兴趣的 以及陈水扁对她的培植 对她的信任 可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蔡明宪即便是扶正老实说 她过去作为备胎 现在应该是作为一个傀儡 也就是说蔡明宪她自己本身 因为她一直是空降部队 她在军方并没有身后的实力 她也没有部署来挺她 她所有的位置都是陈水扁给予她的 所以当她坐上这个位置之后 她还是要听命于陈水扁 她还是要为陈水扁效忠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她现在作为一个 这个最高的军方的负责人 未来不管是军事采购也好 或者一些其他的政策也好 包含大选期间军人要怎么样投票 要不要限制投票 几乎都可以看得出来 蔡明宪这个角色 她还是听命于陈水扁跟民进党的 我们注意到李天宇辞职之后 台湾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张俊雄随即宣布 将不再向达政军火公司投钱 而达政军火公司的董事长吴乃仁 也发表了声明说 他们将在近日解散该公司 那新任的军方负责人蔡明宪也说 达政军火公司的存在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 李天宇辞职之后 将使达政军火公司的事件画上休止符 那两位怎么来看 是不是就此事件之后 这个达政公司就会消失了呢 现在已经东窗事发 就在目前这个压力之下 已经不可能不解散了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二十几天选举再急 如果现场庭输了 那陈水扁现在这个东西处理得不好 陈水扁在民进党内会变成万箭穿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选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务 第二个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 已经四分之三的多数了 到时候很多的拨款 就是这个达政公司 他主要的资金来源 还是要从官方来付的 那只要立法院不同意 这个钱基本上也会下不去 所以在目前状况下 达政公司已经是 势必是要解散了 基本上它是一个壳的问题 就是他在换个人 所以他会不会不是只有收尾 他有没有后面有后期性的整个规划 我们都还不晓得 所以现在看起来 形式上可能真的像阿扁在宣誓的 可能像某些人提的 就是说他可能是短时间是会冻结的 可是我们现在在追的是说 前面到底有多少利益 他会不会延续说 好像头已经洗了一半 所以必须有达政的这些人 虽然换个招牌 由他继续来做 那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后续还会爆发出什么样的事件 我们持续关注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所做的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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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